各位朋友大家好 现在看来习近平要有大麻烦的 俄罗斯总统普京要抢习近平的非洲黑朋友 准备要收割习近平在非洲播种的利益 9月5号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在北京开幕 习近平大撒币3600亿 请来了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领导人 到北京来朝拜 就在第二天9月6号 非洲俄罗斯工商会在东方经济论坛上宣布成立 俄罗斯官方举办的东方经济论坛 9月3号到9月6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 也就是海森崴举行 2024年这个论坛的主题为共同努力创造机遇 据说有来自76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人 参加这一次的东方经济论坛 俄罗斯工商会主席在东方经济论坛上宣布成立 非洲俄罗斯工商会 俄罗斯成立这个非洲俄罗斯工商会 显然就是要和北京来争抢非洲的黑朋友 在去年2023年的7月27号 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了第二届俄罗斯非洲峰会 俄罗斯方面宣布 在54个非洲国家中 有49个国家来参加这次为期两天的峰会 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承诺 俄罗斯将向非洲提供免费的股物和化肥 在2023年7月27号 第二届非洲俄罗斯峰会 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开幕 这个场景就和北京差不多 和习近平差不多 普京身边也都是被那些非洲的黑朋友所包围 所以看来呢 这些独裁者的喜好也差不多 都是喜欢那种好大喜功 不过普京的风格和习近平的风格还是不一样 这就反映在他和这些黑朋友的合影的风格上 习近平和非洲的黑朋友合影啊 就是一片和平的气象 彰显一个商业的氛围 而普京和非洲的黑朋友合影就透露出一股杀气 彰显这个战斗的氛围 有些人啊或许就奇怪 说俄罗斯这么穷也没钱嘛 那些非洲黑朋友愿意和俄罗斯去交朋友吗 俄罗斯确实是没有钱 但是他们有硬通货 就是粮食和石油 非洲国家因为工业落后 他们不需要石油 但是经常发生饥荒 很需要粮食 俄罗斯向非洲提供免费的粮食 还是有很大的意义 因为粮食这是一种大宗商品啊 一般都是提前大宗的预定 买少了卖家还不卖 至少你要定的话要几万吨以上起卖 所以呢国际市场的粮食啊 基本上都被中国这样的大宗买栽给买走 像非洲一些小国缺粮 因为他们人口少嘛 购买量不大 卖家也不愿意买给他们粮食 所以他们反而很难在国际市场上买到粮食 所以呢俄罗斯向非洲这些国家提供粮食 也可以解他们的燃眉之急 所以这也是非洲国家愿意和俄罗斯交朋友的原因之一 俄罗斯真正让非洲国家感到害怕的呢 是俄罗斯在非洲有一支军队 这是所谓的俄罗斯非洲军团 它是由俄罗斯克里姆林公直接指挥的军队 他的前身啊就是已雇的普里格金的瓦格纳雇佣军 因为非洲国家的政局不稳 政变经常发生 所以对于非洲国家来说 俄罗斯这一支非洲军团啊 在非洲是有很大的影响力 比如说在2024年以来啊 整个非洲就感到维基斯福 政变不断 马里 布吉纳法索 还有尼日尔这三个国家先后发动了军事政变 轻易的就把宗主国法国给赶走了 同时啊就投入了俄罗斯的怀抱 事实上啊 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已经出现在非洲 从利比亚到苏丹到中非这些国家地区 所以呢就让很多非洲国家怕俄罗斯 怕得罪了俄罗斯 俄罗斯这个非洲军团啊 就会给他们找麻烦 或者策动他们国家的政变 所以大部分非洲国家不敢得罪俄罗斯 就像不敢得罪土匪一样 这就是俄罗斯在非洲的力量所在 所以很多非洲国家到中国去开会 那是万邦来朝 他们是出于贪心跑到中国来拿钱 而很多非洲国家到俄罗斯去开会 也是一个万邦来朝 但他们是出于害怕 就是怕得罪了俄罗斯啊 会给自己的国家带来巨大的麻烦 也就是说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啊 就是靠金钱 有钱能使鬼推磨 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力是靠无力 只要有枪 不给钱 鬼都给你推磨 所以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力相比 那么谁更厉害呢 当然还是有枪的 比那个有钱的更厉害 中国进入非洲是在经济领域 这次习近平大撒币3600亿人民币 折合是500亿美元 还承诺说是要给非洲创造100万个就业机会 而俄罗斯进入非洲是国家安全领域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说啊 俄罗斯将促进非洲国家加强自身安全 怎么样促进非洲国家加强自身安全呢 所以俄罗斯这个意外之意啊 就是俄罗斯的军事力量要进入非洲 中国在非洲搞一带一路 驾桥修路 中国在非洲投资帮助修建了 12000多公里的公路和铁路 还有20多个港口和80多个电力设施 而俄罗斯准备在非洲建立物流枢纽 也就是说啊 等着中国在非洲把路修好之后 俄罗斯在路上给你修一个枢纽 你要过我的枢纽就要收钱 最后就等于是中国修路俄罗斯收钱 中国在非洲辛辛苦苦开发的利益 最后要被俄罗斯收割拿手 所以现在习近平和普京都想要非洲的利益 但是呢 普京是黄雀捕蝉 螳螂在后 要准备收割习近平 在非洲播种下的利益 对于普京的黄雀捕蝉 螳螂在后啊 北京也是敢怒而不敢言 现在北京对其他国家 像美国日本这些国家 他都敢玩狠敢玩洒货 但是唯独对俄罗斯不敢玩狠玩洒货 他一直是很谦和的 这就是因为北京怕俄罗斯玩枪 美国日本这些国家都是民主国家 他是不可能主动对外国发起武力进攻的 在1941年日本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 现在美国日本都是民主国家 他们的总统或者首相就没有主动对外发起战争的权力 所以北京就觉得和美国日本玩狠玩洒货 只要他们不主动开枪 美国日本肯定不会主动对中国发起进攻的 但是俄罗斯这样的独裁国家就不一样 俄罗斯总统普京就有主动对外开战的权力 他就可以直接发起乌克兰战争 所以北京就不敢和俄罗斯玩狠玩洒货 就怕惹恼了俄罗斯真的动起枪来 这就是习近平最害怕的事 毕竟中国和俄罗斯有几千公里的边境线 而且历史恩怨也很多 这样的国家之间最容易发生冲突 所以现在北京是敢骂美国敢骂日本 但不敢骂俄罗斯 最近俄罗斯总统普京去蒙古访问 又引发人们的关注 因为国际刑事法院对普京签发的逮捕令 而蒙古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国 他有义务逮捕国际刑事法院签发的逮捕令的犯人 乌克兰和西方一些国家组织都呼吁蒙古要逮捕普京 当然了蒙古不会这么做 蒙古解释说 现在蒙古90%的汽油和产油都是依靠从俄罗斯进口 所以他们不能得罪俄罗斯 不能逮捕普京 这样乌克兰就批评蒙古 说是蒙古不逮捕普京 就是对国际刑法体系的重大打击 并且扬言还要让蒙古承担后果 其实这一次普京去访问蒙古的一个很重要的用意 就是要向国际刑事法院发出挑衅 就是要让国际刑事法院看一看 你们发出的对我的逮捕令就是废纸一张 没人敢抓我 而且这一次普京访问蒙古 也是有向美国秀肌肉的意思 最近蒙古和美国走得很近 今年8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蒙古 称蒙古是美国的核心伙伴 美国还打算在蒙古培养起一个日益密切的关系 而这一次普京访问蒙古 就是俄罗斯也要拉拢蒙古 要做给美国看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在过去比较长的时间里 北京虽然不敢轻易得罪俄罗斯 但是两国关系不是那么密切 经常就是面和心不和 比如说在美国总统川普执政期间 川普曾经积极要拉拢俄罗斯总统普京 来共同对付中国 而习近平也想拉拢普京 共同反对美国 在2019年6月 当时有记者就问俄罗斯总统普京 说怎么样看待中美贸易战 当时普京就引用了中国的一句谚语 他说当两只老虎在山中打架的时候 聪明的猴子坐着观看最后的结局 也就是说当时普京的意思就是说 俄罗斯要坐山观虎斗 他既不帮美国也不帮中国 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 只要俄罗斯不帮中国 就等于是帮了美国 就等于是任凭美国对中国进行各种打压 俄罗斯不闻不问 不过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 北京和俄罗斯的关系 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 这场战争就是北京和俄罗斯 成了一根绳子上的蚂蚱 这时候北京还不能来一个 什么坐山观虎斗 要玩中立 因为一旦俄罗斯真垮台的话 北京绝对不会有好结果 因为北京其实也没有中立的资格 如果是老大和老二打架 老三可以保持中立 但是如果老大和老三打架 老二就不能保持中立 因为老二就是老大最大的威胁和最大的敌人 等到老大把老三干掉之后 那肯定接下去就是要干掉老二了 过去老二有老三帮忙 老大还不是那么容易打老二 如果老三被干掉的话 老二连帮手都没有了 就更容易被老大给灭了 所以现在北京是不能坐山观虎斗 中立也不能中立 只能是帮俄罗斯不要被打垮 最近北约秘书长表示 北京的援助是导致俄欧战争持续的重要因素 他说中国已成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决定性推动者 使中国促成了俄罗斯所使用的许多武器的生产 虽然现在北京表面上是中立 实际上是大量的向俄罗斯提供各种各样的军民两用产品和零部件 这就成了俄欧战争俄罗斯的决定推动者 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战争 将来总会结束的 不可能永远打下去 一旦俄欧战争结束的话 那么北京和俄罗斯现在这样的关系 就马上就会破裂了 又马上回到过去那种叫做殷勤不定的关系 因为两个国家的关系 没有永远的朋友 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 现在中国和俄罗斯都想到非洲去拿利益 中国是想用钱来买利益 俄罗斯是想用军事的手段 用力量来拿利益 那么在这个利益面前 中国和俄罗斯也都不会退让 不过终究还是那个有钱的 抵不过有枪的 最后习近平在非洲 波萨的那些利益 很可能都要被普京最后去收割拿走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